下午好 欢迎收看4月16号的百格物报 我是夏时 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 大马公共领域庞大的开销节节上升 根据德X财经周刊报导 预计再过10年 也就是2027年 公务员的薪酬包括薪金津贴及补贴福利 将暴增138% 也就是从今年的774亿2000万令吉 攀升到1840亿令吉 至于退休金方面 则有可能增加三倍至一年639亿2000万令吉 对于这笔庞大的数目 该报导提出质疑 大马到时能否负担呢 根据政府每年的财政预算案 大马今年的全职公务员为139万人 对比2013年只有131万人 报导也引述第二财长佐哈利的数据指出 大马公务员对国民人口比例是1比19.37 相比其他国家如新加坡1对71.4 及印尼为1对110 从这看来 大马公务员过剩的情况绝对是惊人的 换个焦点 马币表现比弱 让国人外流赚取外汇的情况日益严重 新加坡医院向大马护士招手 让槟城多间私人医院的护士 审则离乡背景赚新币 槟城一间私人医院 更在去年流失了70%的护士到新加坡 据悉目前市场上护士薪水大同小异 专科文凭毕业者底薪大约1800令吉 但由于新加坡的汇率高 薪水换成马币就多赚了三倍 另外大马护士课程专业 加上他们具备多种语言能力的优势 造就了他们成为强手货 因此除了新加坡 许多国外的医院 包括沙迪阿拉伯 也向大马的护士招手 所以不少护士在毕业后 在本地医院服役累积了一定的经验后 一旦面对高薪水工作机会 就会选择跳槽 听到大马制造 也许还会有人质疑它的品质 但你知道吗 大马制造的鞋子 可是享誉国际 甚至在全球都有很高的需求量 根据南洋商报独家报道 大马鞋商攻打国际市场 在传解报 从2014年到2016年出口到俄罗斯的鞋子 出口额冲上3000% 高达4245万8000令吉 震撼全球的制鞋工业 大马鞋业厂商工会会长 丁正林受访时表示 俄罗斯进口商是发现 大马鞋子价廉物美 而且数字超过一些鞋业大国 才开始下大单进口 另外这两年出口到韩国和英国的鞋子 也个别增长了4倍和2倍 无论如何 国内鞋业最大的出口国 还是邻国新加坡 但是2016年就达到了总值2亿令吉 也连续多年高居榜首 丁正林表示 过去制鞋企业到国外参展 都会获得政府给予的15000令吉补贴 不过随后因为国家财务紧张而取消了 他表示这笔钱不能省 否则国家将会因小事大 今天的新闻到此感谢您的收看